好 那多数 这是他的独厚心得 看厚心得 多数跟先前的不雅片 都是在同一个场景 大部分都有同一个场景 但是最后五步是新场景 其中一次罗志正跟女伴在床上 开心自拍 双方的闲事对话毫无保留 那他要问 你罗志正国防外交的委员 你资料有没有外泄 有没有资安的国家危机枕边细雨 有没有把饼落在对方的手上 所以不只是你的私生活 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那罗志正今天本来跟大家讲说是戒选 现在叫做一条龙戒选 名词越来越长 有没有 国安单位快速介入调查 要公布 对啊 就公布啊 对不对 所以新北地检署不是已经收到了 鉴定结果吗 但是因为涉及性 所以必须要被害人 同意才能公布鉴定结果 罗志正说是身位 那他就是被害人嘛 对不对啊 那所以罗志正你赶快去同意 跟新北地检署说 我罗志正被害人 我同意 你赶快公布嘛 那所以呢 所以新北地检署这样讲 我们反过去推回去 就是被害人不同意了 不能公布了 新北地检署有言外之意 被害人可能不是罗志正哦 我跟你讲 这问题闹大了 因为如果是身位的话 不只他是受害者 其他两位也是受害者 对 那如果说不是身位 是真的话 那其中有一位啦 是跟他是合议拍摄 对不对 因为大家记得 那个影片中有开拍了吗 对对 这是女主角讲的 那里面 这林涛又是林涛讲 我都引述 吓我一跳 你不要避险好不好 林涛说20部里面 他认为有三到四个女生 所以不是两个 不是 哇 罗志正行情不错耶 三到四个 对 你要再加个冒事 冒事 那你会被告 冒事 我怎么看都不像冒事啊 那两个那个奖开拍了吗 知道自己被拍的只有一位吗 对吧 感觉都是那个男生在调镜头啦 对 所以他有留纪念品的习惯 我的理解是这样 看起来像是留纪念品 对 但是因为大家都不像 不像林涛那很苦 就是一定要把他看完 我们收到都 没想到说很要命 每一次都超过四分钟 他看了好累 所以今天林涛真的有点黑眼眶哦 眼眶是黑的 太辛苦了这个工作 好 然后呢 这个罗志正到此刻为止 他也没有打电话给新北地检署说可以公开啊 那你假设你是身位是被害人的话 然后如果说这是你留纪念品的话 那除了那一个说开拍了吗 那个知道自己被拍的另外三位 说不定是被你偷拍的 对不对 蔡议员是被你偷露的事吗 那侯友宜也说嘛 要求这个立刻公布 要不然就是国家机器戒选 然后呢 曲美凤 曲美凤出手了 整个事情呢 就是曲美凤的媒体率先公布嘛 那来我们导播准备一下 跟大家预告一下 那曲美凤呢 今天这个跟我们 我们有问题要提问他 所以他特别有讲 他当初收到的过程 以及呢 如何判断这不是身位 这是作为一个媒体的基本查证工作 因为像是我们是电视新闻出身的 我们团队里面有很多的摄影专家 大概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判读等等 所以曲美凤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滤跟判读呢 稍后来听他怎么说 那他动作也很大 他跑到了罗志正的竞选总部 递了邀请函 要欢迎罗志正加入追求真相的团队 对呀 我觉得讲得很好啊 因为你说是假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帮你伸张公道嘛 对不对 帮你来洗刷冤屈嘛 当然还有个大家更没有很想看的 洪生汉的片子也出来了 但是他今天有出来讲 他说不是他 第一个那个片中男主角没有胡子 第二个比他瘦很多 但那不是我 我要讲那不是我 那不是疑似我 那根本就不是我 他说不是我 他也说不是我 待会赖金德也会说不是我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曲美凤怎么说好不好 当初为什么收到这个片子 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查证 我们所了解呢 这个基本上排除身为的这个可能 因为呢 从他的动作 声音特征跟这种情态 跟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呢 其实这个人心人性 只要看过的人呢 就知道呢 基本上是真的基本上就是排除身为的可能 我想调查局也有透过媒体报导呢 我们也知道最新的了解 那么呢我们呢也有请呢 这些相关的这些人士跟专业的人呢 来进行查查 以及呢初步的仔细的检视 跟初步的鉴定 当然也有些调查局的这个专家来协助 那么其实其中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不管是任何的事情呢 在影片的本身呢 他没有所谓的好坏对错 真正的任何一个人 或者是真正的当事主角的状况呢 其实他就是有没有 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比是不是更重要 我们也知道 这个当事人他面对这件事情的这个态度 他的人的本身的真伪 比影片的真伪更重要 因为整个他的面对的方式 他有没有说实话 他有没有很真诚 他有没有瞒这个瞒骗 这个我们所有的台湾的民众 或者是瞒骗赖金德 我们不知道 或者是瞒骗他的选民 这个只有在查查之后了解真相 才知道最后的结果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们了解就是呢 初步我们在研究跟仔细的分析之后呢 初步知道呢 他基本上排除身为的可能 那我们的出发点跟我们的见解 跟我们最后的结论 跟目前所初步掌握调查局的见识的状况 同样也是排除身为的可能 其实这样的这个结果呢 是一致的 所以依照媒体的一个天职 求真求实 捍卫新闻自由 我想大家都很明白 也都是朗朗上口 所以呢 我们当然要坚守岗位 让真正知的权力呢 还给我们所有的民众 让真相能够呢 赶快的这个公布 因为我们知道检调有一些 这个检调单位还讲说 有一些内容没办法公布 但是数位部的结论跟内容 这个真相是可以公布的 所以我们认为数位部呢 好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曲美凤 过去也是这个非常光碟案的 一个受害者 所以现在他主掌一个媒体 他接到这个影片 那我们就很好奇 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查证 所以刚刚他当然不太方便 讲一些具体专家的一些名字等等 但是你看到 从媒体的专业出发 他确实做了一些影像 做一些声音等等的一些判读 那当然得到的结果 这就不是一个造假 不是一个身位 所以他把它丢了出来 所以才引爆一大堆 那因为在选前格外的敏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 现在也收到了 刚开始是七段嘛 那接下来是二十步嘛 本来是只有七步 现在二十步 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长 然后还不止他呀 之前有那个爱奇摩天伦 现在他完之后 用红身汗等等之类的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